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夜晚录音带的情感广播,磁带中的新生 二,教室里的地理探险,世界地图的秘密 三,学院墙上的毕业留言,墨迹里的不舍与期待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夜晚录音带的情感广播,磁带中的新生 各位亲爱的夜猫子,欢迎收听今晚的情感广播 我是你们的主播,拥有古老灵魂的现代教授 在这个数位传流音乐无所不在的时代 我们来聊聊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磁带 以及它们所承载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没有Spotify,没有Apple Music 甚至连CD都还未普及的年代 在这个时候,磁带是音乐的主要载体,也是情感的储存器 当夜幕降临,房间里只剩下微弱的灯光 和磁带机的轻轻嗡嗡声 那些录音带就开始了它们的表演 你知道吗?磁带不仅仅是录音的工具 它们是时光机器能够带你穿梭回那些特别的夜晚 每当录音机的播放键被按下 那些磁带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门 让你进入了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 那些磁带中的歌曲,那些录下的声音 都是过去某个时刻的真实情感的载体 有趣的是,磁带还曾经是恋爱的小秘密 想象一下,一个青涩的少年为了表达对心意对象的爱慕之情 精心挑选了一系列歌曲,录制成一张混音带 这不仅仅是一张普通的录音带 这是一封情书,一个爱的告白 每一首歌都代表着一个心跳 每一段尖奏都承载着无数的期待和梦想 当然,磁带也有它们的小情绪 你有没有经历过磁带卡带机的痛苦? 那种当你最喜欢的歌曲突然被吞噬 然后你必须用铅笔来缓慢地 小心翼翼地转动磁带轮 试图拯救你的音乐 这简直是一场手术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经营一段关系 需要耐心和细心 有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磁带的寿命是有限的 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磨损 声音会变得模糊不清 但这正是它们迷人之处 它们像是老照片一样 即使颜色褪去 仍旧能唤起我们对过去的怀念 每一次播放都像是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聆听那些年轻时的梦想和希望 所以,亲爱的听众 如果你家里还藏有那些老旧的磁带 不妨某个夜晚打开你的磁带机 让那些磁带中的心声再次流淌 也许你会发现 那些被遗忘的旋律和记忆 依然有着让人心动的力量 这就是今晚的情感广播 我是你们的主播 带着一点点怀旧和幽默 希望你们的夜晚 因为这些磁带中的心声 而变得更加温暖 晚安 不要忘记 梦中也要继续播放你的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室里的地理探险 世界地图的秘密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场刺激的探险 不过别担心 你们不需要打抱行李 也不用担心蚊子叮咬或是迷路 因为我们的探险将在教室里进行 目标是那幅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地图的扁平问题 你们知道吗 将地球这个三维的球体 展开到二维的平面上 是一个古老的头疼问题 这就像是试图将一个橘子皮 不破裂地完整摊平 结果往往是皮变形或撕裂 这就是卫视魔 我们有那么多种不同的地图投影法 每一种都在试图解决这个橘子皮困境 举例来说 看看我们教室墙上的那幅地图 它使用的是麦卡托投影法 这种投影法在航海时代非常流行 因为它保持了方向的一致性 让船长们可以直线航行到达木的地 但是 它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 它让靠近两极的地方看起来比实际大很多 所以 格林兰看起来可能和非洲差不多大 但实际上 非洲的面积是格林兰的14倍左右 接下来 让我们来谈谈边界 世界地图上的国家边界看起来 好像是自然界的定律一样固定不变 但其实 它们是人类政治和历史的产物 这些线条背后有著战争 和平 贸易和外交的故事 比如说 你看到非洲大陆上那些笔直的边界线了吗 那是因为19世纪末的柏林会议 欧洲列强在地图上用尺子划线分割非洲 完全不顾当地民族和文化的分布 还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世界地图上的一些幽灵岛 这些是曾经被物标在地图上的岛屿 后来发现根本不存在 比如著名的桑迪岛 它在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多世纪 直到2012年一个科学考察队去找它时 发现那里只有一片大海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地图上的空白处 在古代地图上 未知的地方 常常被标上此处有龙或未知之地 虽然现代地图上不再有这样的标记 但这不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的一切 深海的大部分仍然未被探索 而且 每年都有新的物种和地理特征被发现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看住世界地图时 记得它不仅仅是一张图 而是一本充满秘密和故事的书 等待着我们去翻阅 现在 谁想来指出 下一个我们要探索的秘密地点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学院墙上的毕业留言 墨迹里的不舍与期待 当然 学院的墙壁 这个见证了无数学子学习与成长的沉默守护者 在毕业季节 总是会被赋予新的生命 这些墙壁 如果他们会说话 那么他们一定会是 最佳的故事讲述者 因为他们承载着学子们的不舍与期待 那些用墨水书写的留言 就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时间胶囊 封存着青春的记忆 这些留言 有的是对未来的憧憬 比如世界 我来了 这样充满自信和冒险精神的宣言 有的则是对过去的回顾 比如这里有我最美好的四年 这样的话语中 透露出对大学时光的无限眷恋 当然 也不发一些幽默风趣的留言 比如感谢学院的墙 总是靠得住 考试的时候 比某些同学还要靠谱 这样的话语 总是能够引起一阵会心的笑声 有趣的是 这些留言 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变得更加有意义 比如 有一次我在墙上看到一条留言说 十年后 我要成为这里的教授 十年后 当那位学生 真的回到学院 成为了一名教授时 这条留言 就像是一个预言成真 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当然 这些留言 也是学院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见证了学院的变迁 记录了不同年代学子的新生 有时候 我会带着我的学生 去阅读这些留言 让他们感受到 学院的传统 和前辈们的精神 这不仅是一堂历史课 更是一堂人生课 总之 学院墙上的毕业留言 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他们以墨迹的形式 将学子们的不舍与期待 永久地刻画在学院的记忆中 而我们 作为这段历史的 见证者和传承者 有责任去保护 这些珍贵的记忆 让他们得以流传下去 毕竟 谁不希望自己的青春留言 能够成为后人眼中的 一抹亮色呢 亲爱的观众 今晚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 被遗忘的磁带 世界地图 以及学院墙上的毕业留言 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背后 蕴藏着无尽的故事和情感 磁带是我们的时光机器 让我们能够回到过去 聆听那些真实情感的载体 它们也是恋爱的小秘密 记录了无数心动的时刻 虽然磁带的寿命有限 但每一次播放 都让我们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让我们记起那些 年轻时的梦想和希望 世界地图 则是一本充满秘密和故事的书 它不仅仅是一张图 而是将地球上的各种文化 历史和政治故事 凝聚在一起的艺术品 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地球的形状 和地理特征 还能够看到 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痕迹 最后 学院墙上的毕业留言 是学子们不舍与期待的写照 他们见证了学院的变迁 记录了学子们的新生 这些留言 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也是学院历史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 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 它们让我们了解过去 领悟当下 并展望未来 所以 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珍惜 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 让它们成为 你们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收藏着一些 珍贵的物品 它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 欢迎你们留言和我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晚安 夜猫子们 不要忘记 梦中也要继续播放你们的歌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